评计医疗财团法人 携手超商工艺募款平台 运用全台爱心接力募德的盛款 自筹超过三分之二经费 将卸下阶段性任务的儿少机构少女城 打造成三弟们共荣生活中心 并争取屏东县政府委托经营 将少女城的宝贵记忆与美好精神延续 在中心启用这天 县县长周春敏与平基医疗财团法人团队 邀请社区居民一起体验各个空间 这栋三层楼公有建筑物重新活化设计 慧及生活技能训练 社区支援整合 日间照顾 失智据典 A级社区整合服务 生活创意工房等六大服务于一体 首创原箱整合性共荣服务 把服务对象扩大到所有社区居民 三弟们共荣中心我们是结合了 就是专业跟社区的力量 一起来照顾这边 从儿童到亲子到健康 亚健康失能失智的长辈 那一楼未来也会提供 就是在特约完成以后 日间照顾的服务 那在二楼的部分 我们是让社区里头 亚健康的长辈 不管他是不是在日照 或者是文件站 他们都可以来这边预约 使用这边的运动 而且我们会在这边也提供 就是文件站 或者是社区关怀距离运动训练的一些课程 坐落其中的生活技能中心 真理在地亚健康民众 透过运动指导 规划个人化运动处方间 脑失能课程锻炼 提倡训练取代照顾 结合生动脑洞与人互动原则 延缓失能退化 建立健康生活观念 实践健康老化目标 健康方面尤其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 有时候走路不方便 身体就是欠安 都有那些健康器材 给我们做运动 真的是很棒 这个地方 大家虽然它是不同的村 不同的种族 可是这个很好 全部都集中在一起 大家年纪都很大 都集中在一起 有的是开开玩笑 唱唱歌 用运动 对我们老人家活动力比较好 那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这里 也提供了一个 社区照顾的支援中心 我们提供就是教育的教具 或者是专业的训练 帮助文件站 它就算不在这边 也可以使用专业的照顾服务 社区支援中心打开一个 让社区力量流通的公共空间 藉由共学 共读 共创级知识的分享 编织其属于在地的照顾网络 实践在地人 照顾在地人的社区生活 三地门共荣生活中心 奠基于平基多年来 在原厦服务的经验基础 平基期待 中心所组建其属于在地的团体 照顾在部落生活的长者 幼童或身心障碍者 结合政府常召集社会福利服务 让照顾者与被照顾者 可以相互支援 撑起社区生活互助的广 接住部落里的每个人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